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横跨于沙河之上,是成都进出北门的第一座大桥。 司马桥原名为生仙桥,相传汉代大才子司马向儒傅长安, 途经城北生仙桥,提聚于桥柱, 不成高车司马,不过如下也。 生仙桥由此而易名司马桥。 如今的司马桥是一座平桥结构的交通桥。 桥头上是一排现代灰白色的石雕, 司马向儒乘车衣锦还乡的模样就刻在石桥上。 灌溉之下的高车司马,对过往的行人迎来送往, 车辆络绎不绝,处处是南来北往的足音。 沿着司马桥走去,街上放置着一处高大的司马向儒雕塑, 其目光如炬,风度翩翩。 与凤凤凰河畔上方的卓文君雕像遥相呼应。 一段文君当炉卖酒, 相如四马而归的爱情佳话, 让人兢兢乐道。 司马桥承载了无数的风风雨雨, 河水在桥下静静地流淌,千年不息。 其所包含的励志、爱情、诵别、科举等内涵, 成了后世诗歌戏剧创作的宝库。 无不让历朝历代的文人 为之歌咏